最近很多人都說治安麻麻 無論是騙案或是風化案都頻頻發生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靠自己的力量 都可以防止這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陳小姐在2018年 親身經歷兼阻止一宗電話騙案 我收到一個自稱內地公安的人 打電話說我事件不用黑錢 之前我又掉了錢包 所以證件和負責卡都不見了 我就很自然地相信他 他有機會盜用了我的身分 收線後,陳小姐覺得相當可疑 於是就跟公司的上司商討 亦決定第二天跑去警署報案 當時警員覺得整件事可以進一步調查 就叫陳小姐配合警方 引騙徒出手 這位騙徒真的一直跟陳小姐保持聯絡 事發的第三天 騙徒就打來要求電匯10萬元 而警方也給了一個訊息 就是一定要引他們出來 就不要承認他以電匯過去的錢 跟他們說,我不懂電匯 一定要面對面交收 他最初就不肯派人過來 但最後要求我去港多區的酒店 交收 他在電話裡告訴我 他有甚麼特徵 我就在酒店找到一個商符 我就走過去坐在他對面 然後就給了一些訊息 是否要交收 然後他也給了一個證件 就是說他是公安的檢察官 也拿了兩份文件出來給我看 然後他就要求我 拿10萬元現金出來 交收了,在附近的警察 就上來捕捉這個面板 被捕的騙徒被控告企圖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被判兩年零兩個月監禁 而陳小姐這次沒有任何損失之外 還獲得好市民獎 我鼓起手牙的 你不要再打來了 有時候電話騙案就說可以剪線而已 不過有些情況之下 都不知道怎麼開口 最好,尤其是…非禮 我聽到一個女生在喊 我一聽到喊的時候 就看一看他那邊 看到一個男人比較高大 騙了一個女生的裙子 然後真的按下了 我就馬上學習他 問他有什麼事 男人就馬上走,我馬上追他 在沿途途中,我邊追的時候 我就邊幫忙喊,說那個男生非禮 就叫那些徒人開始搬頭報警 有其他徒人來幫忙 警察剛剛又來了 立刻按著那個疑犯 那個疑犯都逐出反抗 起碼我們有四個人才按著他 李先生建議勇為 不僅幫助受害女生 還成功捉到犯人 犯人最後被判監16個月 李先生獲得2020年好市民獎 絕對是當之無愧 我不想有下一個受害者 因為我覺得如果將他捉不到的話 他可能隨時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再出現 還有捉到這個賊 對於這個女生來說 心理影響沒有那麼大 獲得這個獎後會很開心 也希望如果這事情發生 希望街坊好、移民好 盡快報警 可以將類似這些案件 風化案、很多案件都消失 都會很短的 很高興 是 我跟他爬 我爬 爬